发现癌状态,火眼金睛,防微杜见 生活中一提到癌,人们就会想到可怕的后果 而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前预防癌的出现 这就需要知道癌的早期的表现 一,出血 人体除外伤外轻易不会出血 出血则暗示着你的身体可能出现了某些症状 应当及时检查,排除是否有癌症的可能 如鼻涕中带血,一定要检查排除鼻炎癌的可能 大便带血,要检查排除大肠癌 非经期阴道出血,特别是绝经以后的女性 要检查排除子宫癌 二,肿块 每天摸一摸前表淋巴结,盒下,锁骨下,夜窝 如果有肿块,一定要及时检查 就能排除一些早期的肿瘤问题 如锁骨上出现肿块,要检查排除鼻癌,食道癌转移 乳房肿块,要检查排除乳腺癌 右上副肿块,要检查排除肝癌 另外,黑质肿大,要检查排除恶性黑色素瘤的可能 三,疼痛 如果经常头痛,特别是清早醒后剧痛 或兼有恶心呕吐者,应检查排除脑部恶性肿瘤 原因不明的骨疼痛,要检查排除骨肉瘤 持续甘区疼痛,要检查排除肝癌 四,全身症状 如不明原因的发热,疲倦,乏力,身体逐渐消瘦等 要检查排除白血病或肝癌 通过以上癌症早期的四大表现介绍 我们应该掌握如何在自己身体细微的变化中 洞悉癌症早期的警报 在癌症如洪水猛兽般向我们携来之前将它制服